美国纽约港多年来一直受到污染 海洋生物也枯竭 一个名为十亿只生蚝项目因而诞生 希望能帮助纽约恢复失去的生态系统 拯救这个港口 十亿只生蚝项目希望通过长期的努力 恢复纽约市的生蚝数量 当纽约还是荷兰的殖民地时 生蚝就在这里蓬勃生长 不过自从纽约市的自然水道被疏通 允许大型的船只进入 它们遭到了过度捕捞 栖息地也被破坏 今年夏天最大的一次生蚝放养活动 发生在布朗市区的生井公园 此外 纽约市的几乎所有海边 也都在养殖这种软体动物 十亿只生蚝项目说 自从2014年 它们在纽约市已经放养了 6500万只生蚝 它们的目标是在2035年 达到十亿只放养量 它们说 恢复生蚝数量有很多好处 但并不包括丰富人们的餐桌 更重要的是 它们希望通过生蚝的话题 让人们更加关注周遭的生态环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